提到印象派畫家 大家應該立刻會聯想到必沙羅 莫內 范古等人 但這個畫派也有相當傑出的女畫家 其中美國賓州出身的瑪麗卡薩特 因為擅長描寫日常生活中的女性 特別是母親和子女的關係 畫風在印象派當中獨樹一格 常年旅居在法國的瑪麗卡薩特 是把印象派作品引介進入美國的關鍵人物 她的作品目前也正在巴黎的 雅克馬爾安德烈博物館展出 這幅藍色座椅上的小女孩 被認為是瑪麗卡薩特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事實上連畫展的海報看板 都是以這幅畫為背景 1870年代30歲左右的瑪麗卡薩特 在巴黎畫壇過得並不如意 直到她看見艾德甲鬥家的作品 並且獲得鬥家邀請加入印象畫派 兩個人不但成為好友 瑪麗卡薩特也發展出和師傅必沙羅 不同的風格 她是像Degas 她是一個畫家 她是一個畫家 她的影響她是一個人物 尤其是媽媽和孩子 她開始以後的東西像我 顯示一個很普遍的媽媽和孩子 穿在普遍的衣服 你會在街上看見什麼 在任何時期 雖然瑪麗卡薩特被列為印象派 三大女畫家之一 是引導印象派傳入美國的關鍵人物 不過在她待最久的法國 卻沒有受到太多注意 瑪麗卡薩特雖然不是旗幟鮮明的女性主義者 但是她晚年曾展出畫作來聲援女權運動 路透社的報導指出 她畫中的成年女性或是小女孩 完全不像傳統畫作中的女人 總是正經為作 而是或坐或躺的各種姿態 當然藍色座椅上這個看起來 有些懶散的小女孩 正是這種風格的典型 記者許家人報導